这期视频在教朋友们做的小零食 一道外酥你嫩鲜香多汁的蒜香炸鸡翅 鸡翅从中间分开 方便入味 这个是冷冻的鸡翅 在腌制之前先泡一个小时的清水 把洞心味泡出来 再来调个蒜香汁 葱姜蒜剁碎 拧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加上盐 白糖 味精 白胡椒粉 生抽 还有黄酒 这个是盐菊粉 腌制鸡翅鸡腿的时候放上一点 炸出来特别的好吃 泡好的鸡翅沥干水分 加入调好的蒜香汁 搅拌均匀 然后用保鲜膜封口 放到冰箱等藏腌制一个小时 接着来调脆炸糊 150克的普通面粉 加上50克的玉米淀粉 加上少许的盐 给它拌匀 然后我们用啤酒来稀释 慢慢的加 边加边搅拌 一直稀释成酸奶状 这个就和前几期做的 脆炸蘑菇调的糊是一样的 脆炸糊切记不要加鸡蛋 拌好之后再加上食用油 搅拌均匀 这样调的脆炸糊 炸出来的食材 放酒变凉 都是酥脆的 即使腌好之后 去掉里面的葱姜蒜 然后放到脆炸糊中 搅拌一下 均匀的裹上糊 就可以下锅炸了 油温用筷子试一下 放进去 立即冒这样的急速小泡 油温就可以了 即使一块一块的放进去 用中小火来炸 放的时候 我们上下左右 给它挫开放 全部下锅之后 不要着急动 把外壳炸定型了 再去把粘在一起的 给它分开 鸡翅炸个六七分钟 颜色炸到金黄就可以了 这个炸好一遍 就不需要复炸了 直接就可以吃了 也可以撒上一些 自己喜欢的调料 这样炸出来的鸡翅 外壳都起泡了 一看就非常的酥脆 里面也是鲜嫩多汁的 节日期间 宅在家里的朋友 一定要试一试 特别的好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